影证的练习结束之后 李宗跟王一博就将上场 我就说了一个王一博 现在就15.4万了 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是在做准备了王一博 去年两回合在这边是拿到冠军啊 所以看到他我给我自己先补充一口能量 你们不要忘记点击啊 点击购买 然后你就有机会来获得你心仪的车手 85号车手所送出的大礼 好 别忘记了B组当中 实际上它分了大概是B1 B2 B3 B5 四个不同的级别 那么A组同样的也是分了不同的级别啊 所以影证目前的在B组当中的成绩 还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非常非常帅 你的小胡子非常有情 镜头切走了 所以我们待会再来抽是吗 OK 可以看到车手已经做好了准备 好 好 好 可行 好 那我就能 Lib for我来说 我来说 他不是那种 我来说 这草了 我来说 这草了 我来说 我的草了 优优独播 我来说 OK 接下来言归正传46号 大家都知道他这个头盔寓意什么 因为85号车手 王一博他的偶像就是Valentino Rossi 罗西 那么这也是MotoGP赛场上的一位 绝对的传奇人物 目前还在赛场上征战 曾经多次拿到过MotoGP的年度 总冠军亚马哈车队当中的一位顶级车手 来自于意大利 如果你现在去Rossi的家乡的话 你会发现他们家乡的小镇的进口 最醒目的地方是有一顿黄房子 上面漆的都非常非常的黄 这个也是Rossi的主色 所以你可以看到王一博也是 他的头盔上也是带有很多他偶像的颜色 包括46号就是罗西的号码 同样的我们知道罗西最著名的装备就是星月盔 就是他头盔一侧是太阳 一侧它叫做不叫星月盔 日月盔 就是一侧是太阳一侧是月亮 那么赛车幅也是一边是月亮 一边是太阳 另外罗西的车上有很多很多 跟自己的 属于自己的一些标志 比如说他的腰上有一个小乌龟的刺青 因为他曾经一段时间外号叫小乌龟 还有就是他的座位后面是有三只宠物狗 王一博今天比赛里面我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那他呢也带了自己的幸运项链是一个虎头项链 所以希望他今天的A组第一次练习首度上场 看看他的表现 还有李宗 同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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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